在本视频中,您将学习如何选择最为合适的跑鞋。 在选择跑鞋之前,我们需要考虑以下三点。 鞋子的尺码,跑步地区的地表类型,以及您的步态。 首先是鞋子的尺码。 通常情况下,脚在鞋子里会向前移动几毫米的距离。 因此,在选择鞋子时,要在脚趾前端和鞋子之间留出大约一厘米的空间。 有时,您需要购买比平时穿的便鞋尺码更大一些的跑鞋。 最佳购买鞋子的时间是下午,因为此时,脚因为充学等原因要比上午更大一些。 其次,要考虑跑步区域的土地类型。 如果您经常在公路上跑步,由于地面较硬,选择减震技能好的跑鞋就十分重要。 如果是在自然环境中跑步,那么尽量选择鞋底花纹较多,防滑性能和保护性能好的跑鞋。 最后,需要考虑您的步态类型。 一般来说,有三种不同的步态类型。 中立型、旋前型以及旋后型。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,了解您的步态类型,来判断您属于哪一种步态类型。 每一种步态类型都有相应的跑鞋。 随后,不要忘记在跑鞋的分类中,还有专门为男士设计的更为坚固的款式, 以及为女士设计的更加轻便的款式。 现在您已经学会如何选择跑鞋了,享受跑步的乐趣吧。